2016年6月7号 加拿大顶尖多元文化推广公司 Barmoro Multicultural Marketing 在其新办公地点595 Bay Street 举办重塑品牌季乔迁庆祝派对 安省公民移民 继国际贸易厅厅长陈国志 安省创新及研究厅厅长莫维利 省议员董涵鹏 以及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副总领事 徐薇等来宾 100人到场庆贺 Barmoro公司总裁简慧尔 首先上台 做了热情洋溢的致辞 过去年 我们有提供 我们帮我们的客户 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温暖水 帮助他们联系 和他们 而且上年 我们发布了 我们在我们认为 Barmoro Baner Ethnic Media Tank 我們會幫助我們的客戶 計劃的正確的媒體 去接觸和接觸 而且最近的DLounge 是一個組織 我們所建立的 使用電腦和社交媒體 去接觸和高-tech consumers 所以我們很羨慕 這些年來 我們可以幫助我們的客戶 去接觸到不同的社交媒體 across Canada 今天是一個祝賞 而且它也有關聯繫 我們有關聯繫 與其中一個最大的 社交媒體在中國 的社交媒體 他們有公司 在超過五個市場 在中國 我們有關聯繫 他們可以使用 在中國 而且他們有一個 在Canada 我兩個朋友 一個就是 一間公司 叫做 Amoro 這間公司 就是 我另一個朋友 就是這間公司的主人家 Sarifa 選擇 為何說我兩個朋友 其實 Sarifa和這間公司 我成績很久了 公司方面 以前當然 起步今世間 現在就做得相當不錯 你這樣說 它規模就很大 還在多倫多的downtown 超過五千多呎 做一些資訊 諸討論 把生意聯絡好去 把人際關係 聯絡好去 我幫Sarifa 大大話話 都有三十年的朋友 這間公司 做了28年 當然28年這個經歷 都挺有意義的 最重要的就是 現在能夠做到 這麼莊大 這麼出色 就在這個多種族族裔 和諧共處的一個安省 我們很自豪地 有很多致力於推廣 各族裔優秀文化 傳播優秀文化的公司 在做這個事情 今年我想 中加關係會迎來 新的一個資源 下半年可能有我們 高層互訪吧 我們兩國外交部 正在密切地聯繫這個事情 我希望通過 今年的這種 一系列的活動 有助於促進我們 中加兩個的文化交流 也希望我們的公關公司 我們的所有之力於 促進中加文化交流的公司 能為兩國的文化交流 做出更大的貢獻 為了更穩健的擴張 巴猫肉與中國頂尖 數字廣告公司 Cross Communication Group 達成合作 我是代表CCG來到這裡 今天與巴猫公司 進行合作 有一個簽約儀式 我覺得這是我們CCG 進入加拿大的第一個 合作項目 我相信這個項目的開啟 讓我們CCG的發展 和巴猫的發展 能夠更融合在一起 中加文化的更深一步的發展 跟一起推進 我相信我們的合作 會越來越廣闊 越來越強大 巴猫肉是加拿大 首屈一指的綜合服務性 多元文化市場營銷 及廣告公司 28年來 該公司用心服務 各個領域的企業和政府機構 這是加拿大網絡電視記者 發自活動現場的報導